我国去年全年经济增长3.1% 虽然比2020年的萎缩来得好 但还是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就敦促政府 别再脱离现实 而是马上行动提制改革 刺激今年的经济 也是把眼区国会议员的林冠英 在文告中建议政府 透过工资和雇佣奖励刺激劳动市场 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 同时介入处理通货膨胀 和粮食原物料涨价 他也再次要求政府撤回 针对160万企业厂商的电费调涨政策 同时得打击贪腐 减少官僚主义的繁文入节和低效率 他强调今年的经济表现 和如何应对UmberCron浪潮 将考验首相 到底是要解决我国的困境 或者是只是为柔佛周选 制造良好感觉的环境 政府不能够再重复过度乐观的错误预测 因为这会让我国措施经济目标 影响各界对经济的信心 感谢观看